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精心照料着这片肥沃的土壤,但是过快的城市化发展,使得自然环境逐渐被侵蚀。 而我们希望借此机会,把自然的生命活力重新带回上海三菱。 水土风物,自然气候,让我们继续用谦卑的姿态与自然共生。 让崭新的三菱形绿地重建自然与人门的连接,重塑传统和新生的桥梁。 水是万物之源,水是养育湿地、草垫和森林的首要条件。 水土之间关系决定了生态圈的类别。 我们可以通过微地形的设计来改变水土关系。 比方说,湿地和水稻需要湿润的土壤,草垫需要干燥的坡地。 而松林和银杏则需要生长在高地之上。 微地形的设计不仅仅可以打造生态的多样性,更会产生丰富的空间体验。 场地被设计为五个生态谷,每个谷地都带有不同特色的生态环境。 中环景观大道连接了六个不同主题的区域及主要景点。 连续的跨路人形桥能带你穿越整个园区。 这些环路在形态和尺度上都设计得非常丰富。 与其说是一个简单的环路,不如说是一次轻松欢乐的共舞之旅。 洞之谷的地貌是为运动和自然而生。 地标性景观及天观山非常适合进行攀爬、悬滑和热气球等运动。 以水而生出丰富的水岸生态群落。 次庭水湿地非常适宜净化水资源。 芦苇荡则能发挥控制洪涝的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开阔的水面空间还为皮滑艇和游船提供了适宜的水上活动场所。 绵延的微地形包围着洞之谷,成为家庭运动和体育休闲的完美场所。 水之谷的碗形地貌用于收集和净化雨水资源。 水之谷是一系列水生花园和水质监测站的适宜场所。 湿地草丛可以减缓水土流失。 而湿地草垫则为受粉的动物提供了适宜的栖息地。 浸水源观测中心是学生和家庭进行互动生态调研的自然研究中心。 风之谷为气流运动塑造了一系列柔和的微地形和蝴蝶纷飞的野花草垫。 山树植物和多年生的草垫勾画出了微起伏的地形线。 绵延的树林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栖息地及活动路径。 风中廊道用于风力发电、隧道通风、雨水收集、浇灌花海并调节气温。 山林谷广场地铁站被公园丰富的活动包围着,城市湿地系统蜿蜒躺过。 森植谷有一片巨大的山林湿地,还有一片宏伟的树林围绕着生态活动空间。 湿地山树耸立在丰富的水生渠,创造了适宜静谧冥想的水山林溪,也创造了动物食物链的栖息地。 在静谧的水山林溪中漫步,感受长长树影、瑟瑟花明和蝉蝉迷雾。 森林围绕着樱花树林,樱花影影的林中剧场是举行婚礼的绝佳场所。 土之谷中的土上水下庄园,乐活艺术村赞颂着自然与人们共生的美好。 故事后,水稻种植就是在这片冰水湿地上发展起来的。 这一片区域还有丰富的水生资源,所以自古以来,这儿就被称作榆米之乡。 土上水下庄园是新型可持续发展的互动农田,零距离体验田园生活。 利用地形设设计生物蓄水池,展示乐活艺术村的自然艺术和装置艺术。 三菱公园将成为黄埔江岸的重要景色。 老电厂仓库转化为音乐艺术家之村,满足各个年龄层的文艺爱好者。 三菱之门是音乐节和艺术节的活动场地,也是让人眼前一亮的三菱新标志,更是黄埔江45公里开放空间的门户地标。 它连接了黄埔江和新城,也框住了公园的地标三菱山,有水入山,在即天。 正如清代名士吴清所说,得山水清气,即天地大观。